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盟理事会在当天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说 俄罗斯国有的阿尔罗萨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钻石生产商 占俄罗斯钻石产量的90% 并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大量收入 同时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的还有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马里内切夫 公报说该项制裁是对欧盟对俄罗斯第12轮制裁中 俄罗斯钻石进口禁令的补充 2023年12月18日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第12轮制裁 涉及俄罗斯钻石产业 能源产业 多家企业和个人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三 要求美国最高法院宣布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一项裁决无效 该裁决将他从该州2024年总统初选选票中剔除 两周前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作为2024年共和党领跑者特朗普 不是一名合格的总统候选人 这项裁决援引了美国宪法中禁止从事叛乱的人 担任联邦职务的规定 科罗拉多州以及其他一些州的诉讼认为 特朗普应被取消投票资格 因为他在2021年1月6号参与煽动国会山暴动 试图阻止乔拜登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 标志着美国州法院首次同意特朗普 应被取消2024年总统选举资格 理由是很少使用叛乱的条款 特朗普竞选团队早些时候表示 将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这一裁决 该裁决被搁置到1月4号 也就是该州初选选票认证的前一天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道 最高法院不太可能在本周内尽快解决此案 上周缅因州州务卿民主党人申纳贝洛斯 禁止特朗普参加初选投票 使缅因州成为第二个阻止这位前总统再次参选的州 特朗普周二就这一决定向州法院提起上诉 并可能诉诸美国最高法院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两个州都将在3月5号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 但选票必须在此之前印好 在美联储会议纪要指出政策路径存在异常高程度的不确定性之后 美国股市周三出现大幅下跌 美国股市周三继续走低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84.85点或0.76%至37430.19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02点或0.80%至4704.8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3.73点或1.18%至14592.21点 根据周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 几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表示 如果通胀不配合可能有必要将基金利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其他成员则指出有可能根据情况的发展进一步加息 会议纪要指出 与会者普遍强调了在做出货币政策决定时 保持谨慎和数据依赖性的重要性 并重申在通胀明显向委员会目标持续下降之前 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是合适的 尽管美联储官员表达了谨慎的基调 但市场仍预计央行将在2024年积极减息 总部位于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信托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卢克蒂利表示 美联储12月会议传递出的信息是 政策制定者对通胀下降的速度已经落后于曲线 该公司管理着大约800亿美元的资产 虽然会议基要很好地反映了美联储官员的谨慎态度 但是更多的通胀数据走低 也预计他们的减息幅度将会超过三次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失踪式4号早上发生两起多汽车连环相撞事故 造成至少14人受伤 报道说当地时间5点24分 在失踪式一结冰桥梁道路上 30余辆汽车连环相撞造成5人受伤 另外当天6点27分 前一车祸事发地附近的另一座桥梁上 也发生8辆汽车追尾事故 造成9人受伤 两起事故的14名伤者均为轻伤 韩国警方正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泰国总理苏拉塔维信周二宣布 泰国将从3月1号起 永久免除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 在政府大楼内阁会议结束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苏塔说 泰国此前曾给予中国游客 临时免签证待遇 该待遇将于2024年2月29号结束 在与中国相关部门协商后 泰国政府决定从3月起 对中国公民实行永久免签政策 1月1号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 遗族自治州石平县 举办一马当先 龙飞凤舞迎新春 石平一龙湖美丽乡村马拉松 约6000名中外跑者 齐聚石平一龙湖畔 参加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5公里情侣跑 3.5公里亲自跑等比赛项目 用奔跑的方式 迎接2024年的第一缕曙光 一龙湖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 马拉松各项赛事的路线 结合一龙湖环湖生态廊道进行设计 其中全程马拉松的比赛路线 刚好环湖一圈 参赛选手在奔跑的过程中 可以尽情欣赏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 本次是石平县 第三次举办环一龙湖马拉松 以上就是本期 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 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